各位朋友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這兩個星期 我們立法會正在討論一地兩檢的方案 政府亦希望我們能夠批准他們 進行有關工作的安排 然後在我們立法會進行辯論 大家都知道高鐵明年應該可以通車 所以究竟方案如何 就需要大家不可以再有時間拖 但是反對這一個一地兩檢的方案的議員 當然他們當然希望過不了 然後盡量拖延的時間 近期已經用了很多方式去拉布 打開議事規則有些洞洞 總之可以拖延得理 他們都可以提出 剛剛更出現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什麼奇怪的事呢 突然間朱凱迪醫院舉手提出 他說要引用議事規則 要將在場的新聞界清場 不要讓他們留在會議室到旁聽 對於這件事 過去來說 立法會 雖然有這樣的條例 但不會引用的 因為事實上 因為立法會的監督政府工作 我們議員做些什麼 是越來越透明的 怎麼會突然又清場的呢 所以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現在再去談的話 可能我相信今晚 真的會談得很厲害 但不要緊 幾晚都好 我相信支持一地兩檢的 憑市民都應該很希望 這個方案是早日通過的 所以我們怎樣都好 我們都會堅持繼續在立法會 守通宵都會守